中范助教任命协议在教宗方几个手上兑现 欧新社 分享 教廷今天宣布 已与中国救助教任命问题签署协议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未来中国的新主教人选将先由当地教徒和中国当局共同提出 名单送到范蒂冈后 再由教宗最后定夺 教廷今天表示 配合双方签署的这项临时协议 教宗方济各 Pope Francis 已承认期为中国当局所任命 未获教皇批准主教的合法性 并于重新接纳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 Pierro Parolin 在声明中说 今天 头一遭 中国所有主教都与罗马教皇 教宗 有往来 帕洛林是推动范蒂冈和中国 签署这项协议的主要推手之一 范蒂冈消息人士曾表示 一些由罗马任命的主教会让位给北京任命的主教 消息人士表示 未来的新主教人选会先由当地教徒和中国当局共同提出 名单送到范蒂冈后 再由教宗做出最后决定 去 yani 参中文 Ei 比如 摃门